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疯狂人类进化史》 本书作者史军是一位生物学博士 也是国内对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理解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 他写过好几本关于演化的科普读物 全都干货满满且非常有趣 其中《疯狂人类进化史》是一本难得一见的 用演化思想解释人类各种样貌特征的科普书 这本书回答了各种看似理所应当的问题 人为什么两条腿走路 为什么有光滑的皮肤和茂密的头发等等 我们从中挑选了四个最有趣的问题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 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 第二 怎么解释人类的毛发 第三 脑袋越大的人越聪明吗 第四 为什么人类实行亦夫亦妻治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启一次人类绅士的探寻之旅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呢 传统的说法是 人类的祖先来到草原以后 为了能够看得更远 所以学会了站立 这种说法其实是漏洞百出的 一方面观察敌情只需要站立 并不需要行走 人类的祖先完全可以像土拨鼠那样偶尔站立一下看看四周 然后继续四足行走就行了 犯不着站着走路 另一方面 人类那些至今依然生活在森林里的亲戚 比如黑猩猩和红毛猩猩都会直立行走 最新的研究认为 人类祖先进化出来直立行走的本事 恰恰是对树上生活的适应 它们的脚掌和手掌类似 就像星星或者长臂猿那样 可以利用这样的脚掌 抓握着树枝直立行走 这样不但比四足行走更节省能量 而且还解放出来双手 可以摘个水果或者在树枝上荡来荡去 而人类的祖先离开森林 其实是个很无奈的故事 大概一千万年前 因为某些地质活动 非洲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在今天被称为东非大猎谷 大猎谷西边依旧是聪裕丰饶的森林 因此那里的谷源从未走出森林 它们的后代演化成了今天的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而大猎谷东边则变得干旱贫瘠 森林消失 但在这边的倒霉蛋儿就是我们的人类祖先 今天的类人猿大多都是以吃素为主 但是人类的祖先离开了森林 自然也就丧失了取之不尽的水果和嫩叶 吃肉就成了必须的选项 尽管猿猴并非完全不能捕猎 比如黑猩猩就偶尔会抓捕猴子来吃 但是草原上的猎物 那些羚羊野牛 无论是在力量上还是在速度上 都能轻松碾压人类的祖先 最初来到草原上的人类祖先 脑容量跟现在的黑猩猩差不多 还不足以制造出强大的工具来对付猎物 祖先捕猎的窍门就一个字跑 的确灵长类动物普遍跑不快 但是咱们的耐力好啊 一方面跟四足角行走相比 直立行走节省能量 产生的热量也少得多 另一方面灵长类动物浑身都能出汗 我们不用像狗一样靠土舌头来散热 我们的祖先很可能会不断的跟在猎物后面慢跑 迫使他们马不停蹄 牛羊只要连续运动上几个小时 就会因为过热而彻底丧失行动能力 甚至直接倒地毙命 这种捕猎方式可能没有猎豹追灵羊 那么的让人热血沸腾 但的确相当有效 实际上至今依然有一些游猎部落 用这种方式来抓捕猎物 好了我们来小结一下 在森林里的人类祖先 为了把手腾出来抓树枝摘果子 采用了直立行走的移动方式 后来人类的祖先被迫来到了平原上 于是人类强化了自己的直立行走能力 采用耐力跑的方式 泪垮猎物来捕猎 这种捕猎方式又促使人类演化出了许多特征 比如人类弹性十足的根件和足弓 可以让直立行走变得更加省力 同时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几乎没有体毛 纯粹就是为了让散热更加有效而已 说到体毛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人类几乎没有体毛 又怎么解释头发 胡须 叶毛等等呢 关于人类为什么几乎没有体毛 其实这事儿在学术界没啥好争论的 证据非常充分 逻辑也能自洽 一身裸露的肌肤配上发达的汗线 妥妥的就是为了散热 但是在学术界之外啊 这事儿还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其中最能闹腾的莫过于所谓的水源说 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人类起源于水中 皮肤裸露是对游泳的适应 毕竟鲸鱼海豹啥的都没有体毛嘛 不得不说啊 这个理论非常动人 但是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说 这个理论制造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要多 既然脱毛是为了减少阻力 那为啥阻力最集中的头部还留着头发呢 眉毛 胡子 叶毛 胸毛 又是几个意思呢 人类根本就不能喝海水 在海里生活 岂不是要变咸鱼 还有无法自由关闭的鼻孔 怎么看都不太适合在水里面换气啊 这些论点虽然有效地打击了水源说 但说回人体的毛发 还是有些不太好理解的地方 比如 如果说头发还能解释为遮挡阳光的毛毡 那么其他地方的毛发 又打算遮挡些什么呢 首先说眉毛啊 这个最容易理解了 一方面 眉毛可以阻止汗水雨水流进眼睛 另一方面 眉毛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 配上灵动的眼睛 眉来眼去之间 一切尽在不言中 相比较而言呢 叶毛就不太容易理解了 叶毛啊 肯定没有任何生存上的必要性 因为儿童就没有叶毛 作为一种第二性征 叶毛的存在一定和两性有关 先说说 灵长类动物的异性之间 是怎样交换信息素的 它们在发行时 一般会通过屁股来彼此吸引 这里面既有视觉因素 比如一个红彤彤的猴屁股 另一方面也有气味因素 猴子会通过闻异性的屁股 来判断对方对自己有没有想法 不过当人类直立行走以后 闻屁股就显得不是那么方便了 有些科学家相信 人类的夜窝取代了屁股 成为了信息素的来源 夜窝里面的大汗线 可以产生十分丰富的气味 而疏松的叶毛 就像是海绵垫一样 可以保留住这种气味 使之更加长久 拥抱或许就是一种 互相文艳下的仪式 现代人剔除叶毛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为了克制自己的信息引力 毕竟到处挥洒自己的信息号 并不太受现代文明的欢迎 同样作为第二性征的还有胡子 解释胡子是个麻烦事 不仅要解释为啥男人有胡子 还得解释为啥女人没有胡子 女人并非没有长胡子的基因 只要打上足够浓度的雄性激素 人人都可以长胡子 而雄性激素正是男性魅力的生理学保障 雄性激素可以刺激肌肉生长 使人更加强壮好斗 这在原始社会意味着更多的狩猎收获 那么胡子很可能就是男人强壮程度的指示牌 对女人来说 一位美然公就是足够肉类的保障 而对男人来说 咄咄逼人的胡子 也能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 避免了不必要的生死相搏 反过来 女人光滑的下巴 则表明自己缺乏雄性激素 表现出自己是个温柔的母亲 比毛发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脑袋 说起这脑袋可是人类的骄傲 在一般人看来 人类几千万年的进化史 基本上就是一部脑袋变大史 实际上人类对大脑袋的热爱 还真是写在基因里的 眼睛和头发之间亮堂堂的一大块皮肤 也就是你的额头 基本就是炫耀自己脑容量的招牌 第三个问题 是不是说脑袋越大就意味着越聪明呢 如果古人类学家告诉你啊 一些比较近代的古人类 比如曾被我们祖先吊打的尼安德特人 他们的脑袋就比我们大 你会做何感想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两万年来 人类的脑袋总体而言还变小了 而这两万年正是人类文明建立 科技爆炸的时代 因此脑袋大小和智力未必成正比关系 著名的聪明人爱因斯坦 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脑袋 结果也碎了他的院 他的脑袋被切成200多片 被全世界科学家研究 最后的结果是 从形态上看 爱因斯坦的脑袋和其他人相比 反而还小了一些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堆研究都表明 智慧和大脑形态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人和人的智力差异 更多是来自于教育和成长环境 并没有谁天生就更加聪明的说法 更何况智慧本来就是个多维度的事情 你很难直接对比曹雪芹和比尔盖茨 谁更聪明 总之 把智力和脑袋大小联系起来的做法 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 脑袋变大的终极原因 从纯粹的演化角度来看 大脑袋反而给人带来了很多麻烦 人类为了解决这些麻烦 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婚姻制度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人类社会选择一夫一妻的婚配制度 在自然界 实行一夫多妻的动物 比如海象 雄性的体型往往会远大于雌性 而反过来 为数不多实行一妻多夫的动物 比如斑猎狗 则是雌性长得高大威猛 人类的男女体型差不多 这是一夫一妻制动物的典型特征 但问题是 我们那些近亲都没有实行一夫一妻制 大猩猩实行一夫多妻制 黑猩猩则实行多夫多妻的群婚制 而且人类在历史上也存在过 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现象 为什么一夫一妻制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婚配制度呢 这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 由于财富的增加 人们会选择亲生子女来继承遗传 这就要求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从男女比例来看 这种比较公平的异性分配制度 有助于减少竞争 降低社会矛盾 本书作者则从人类面临的问题出发 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生育困境造成的 换句话说 人类要生育后代的成本实在是太巨大了 人类的一切特征都在生育上面留下了烙印 人类的大脑袋和直立行走所需要的巨大骨盆 让生孩子成为一项艰巨的挑战 为了能在直立行走时支撑起身体的重量 人类不断进化出粗壮的骨关节和脊椎 骨盆也从细长变得宽大 这样一来产道就变窄了 狭窄的产道对于产妇和孩子来说 都是一道鬼门关 不但如此 为了能够让顶着大脑袋的婴儿出生 人类的婴儿全都变成了早产儿 婴儿在出生的时候 头骨并不愈合 这就使得脑袋比较柔软 可以通过狭窄的产道 如果让人类的孩子 也像别的哺乳动物那样发育健全再出来 那么怀孕的周期将会超过21个月 看看牛羊之类的动物 不但分娩只要几分钟 生下来的孩子也只要几分钟就能满地乱跑 真是羡煞人类 原始状态下 女人平均大概三年生育一个孩子 除了分娩困境 女人还要熬过漫长的哺乳期 这也意味着女人在生育力最强的十几年里 几乎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 这期间必须拴住个男人 来给自己提供食物和照料 这个男人一般就是那群孩子的父亲 所以一夫一妻制无疑是最优选择 既让女人获得了稳定的照料 又让男人基本可以确保自己拥有后代 因此一夫一妻制是两性博弈 与同性竞争的必然结果 反过来也促使两性为了迎合这种秩序而演化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爱情绝不是什么高尚情操 那是演化的必然产物 不过鉴于男人通常不是很靠谱 只靠爱情到底有点虚 所以女人还演化出了一种颇为机制的策略 那就是隐蔽排卵 人类不像大部分动物一样 在排卵期发情 而是任由体内激素 波涛汹涌却面不改色 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性爱 这种策略在灵长类动物当中也是极其罕见 虽然我们坚定地相信这种策略很高明 但是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参透其中的玄妙 科学家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 其中一种被称为好父亲理论 因为不知道女人什么时候排卵 男人只能长期守候在一个女人身边 同时也不敢随便出去寻花问流 免得隔壁老王趁虚而住 这样的男人自然会成为一个好爸爸 全心全意抚养这个女人与他们的孩子 与之争锋相对的则是坏父亲理论 这个理论假定在原始社会 男人和女人都是花心大萝卜 而且男人还更加凶残一点 可能会杀掉任何不属于自己的孩子 而隐蔽排卵就意味着 每个与自己做过爱的男人 都有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从而保护自己的后代 除此之外 隐蔽排卵还能让女人提供更多的性资源 免得部落男人为了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 大打出手 这两个理论都是基于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假设 因此孰是孰非可能永远也无法知晓 不过好父亲理论 对我们现代社会的秩序来说非常合理 在现代社会 隐蔽排卵 儼然成了如今婚姻制度的重要保障 到这里啊 全书的主要内容已经结束了 不过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特别写道 千万不要因为读了几本科普书 就自以为了解进化论 进化论的麻烦在于 每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它 但实际上这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 出于科普的需要 很多书都采用了比较平实的语言 但是这样的语言 往往和学术界的严格定义存在偏差 更大的错误是把进化论的思想 套用到人类社会中 进化是自然界的生物 在相当长的时间尺度中的变化规律 和人类社会根本就是两码事 而且本书所说的内容 也只是一些统计上的表现 具体到某一个人就未必如此 进化论对于普通人而言 就是一道知识甜点 它对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只是让你在漫长历史长河当中 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有更深的理解 对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指导意义